柯文哲的妹妹 3200坪的农地 这个比柯文哲的面积来得大更多 那等一下 大多多 大很多 3200多坪 这个资料从哪里来呢 这个是柯美兰 就柯文哲的妹妹 自己的财产申报 所以她的财产申报的部分 她有报四块地 这四块地都在新竹市的茄冬段 然后这新竹市的茄冬段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587平方公尺 8116平方公尺 这四块加起来 合计10580.38平方公尺 就是我们讲的3200坪 可是我告诉你 真正地堡在这里 真正地堡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红道新竹地堡 这两年在开卖的建案 它距离柯美兰这块地 骑摩托车大概5到10分钟 就会到了 近不近 很近 而且这里比这边更有价值 因为这一块土地 用的是新竹县的门牌 宝山香 然后这一块土地挂的是 新竹市的门牌 香山区 所以新竹市的门牌 跟新竹县比起来 当然还是有落差 可是你知道 新竹地堡 红道地堡在宝山香 现在已经喊到 建坪一坪要40万以上 可是柯美兰当初取得的金额 他自己财产上申报上面写的 合计取得金额195.9万 那差不多一坪 差不多10万块 那你想想看 现在如果地坪 它的持分相当于2000平的话 如果你用比较低标 去看那边的建地的地坪的话 一坪大概也10万块起掉 合理吧 其实应该比这个高 那所以如果是10万块的话 它如果有机会变更成为建地的话 你问2000多平是多少 2亿多 从200万变2亿多 2亿多年 2亿多年